大家好 我是文睿 这两天华为推出了它的鸿蒙的2.0系统 这个事成为了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焦点 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我看了一些相关报道的内容 整个这些内容的核心 总结起来就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鸿蒙这个系统 它不仅仅针对手机和平板终端 它是要适用于整个物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然后第二个焦点就是什么呢 鸿蒙系统它鸿蒙系统整体是开放的 希望更多的友商 希望更多的终端能够连入到鸿蒙的系统里来 第三个焦点就是说 很多所谓的爱国群众很高兴 意思就是中国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系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控制 核心我看就是这几点 但是我看看这些内容 我就是想笑 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根本就做不通 但是华为这个企业还是这么大张旗鼓的这样宣传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没有办法理解 那么可能很多人也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 我只谈我的一家之言 咱们一点点说 首先这个系统出来以后 有这样一种声音 就是说什么呢 华为这个鸿蒙系统 它就是底层的代码使用的都是这个谷歌的 使用安卓这个底层代码 只不过它换了一个包装 换了一个外壳而已 那么针对这种说法呢 怎么说我也没有根据 我也没有仔细去查证 而且我也不是搞这个就是编程的 很多具体的专业细节我也不懂 但是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用常识来基本判断一下 我看到它的这个报道的新闻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现在部分的华为手机 使用这个安卓系统 可以一键升级到现在的这个鸿蒙2.0这个系统 一键升级到鸿蒙2.0系统里面来 这话如果换一个说法 如果说你现在用电脑是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 我说你的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 可以一键升级到苹果的那个电脑的操作系统 你会怎么想 或者说你使用的是这个苹果的手机 可以一键升级到安卓这个系统 你会怎么想 是吧 这都不太现实 如果说升级的话 那肯定底层的东西很多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说法吧 就是说鸿蒙他只是安卓系统换了一个壳的这种说法 我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的 如果说有一些专家 你们可以把一些具体的细节 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写出来 然后在留言区里咱们一起来探讨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点 第二呢 就是说鸿蒙这个系统他想要做大 和别的系统一样 就是说他必须要使他的这个生态繁荣起来 什么叫生态呢 简单说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有多少的手机 多少的终端能使用你这个系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有多少软件开发商 他们愿意为你这个系统打造 就是说适应你这个系统的APP 就是这个应用 会把这个APP做好 放到你的这个鸿蒙商店里面 这两点很关键 而且这两点呢 它是互相影响的 用的人 用手机的人 或者用中端的人越多 那这边可能这些软件开发商 开发针对鸿蒙系统APP的这种积极性就越高 这边你的鸿蒙商店里面的这个APP越多 这边可能想使用你的手机或者终端的客户也会越多 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想把它想象成一个百货商店 对吧 一个商店 一个商店 它想要繁荣起来 它想要赚钱 也是两点 一个是来这个商店的人多 对吧 第二就是 在这卖东西的商家也多 这样的话 这个商店呢 可能它就会 繁荣起来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吧 那咱们就往下看 说它这个鸿蒙的系统能繁荣起来吗 生态 咱先从国外的市场来看 如果 不是 现在不 那个华业不是推这个系统吗 它首先就是动了谷歌的奶酪 对吧 如果说它大量使用安卓的这个底层的源代码 那这会让谷歌非常生气 那谷歌会怎么做呢 这里面很简单的 就是我不把我谷歌的一些应用放到你的鸿蒙的商店里面去 对吧 这是一个我觉得基本就肯定会出现的事情 那这在国际市场 在海外市场意味着什么呢 像我 毫不夸张的讲 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应用 三个 一个是谷歌的搜索 还有一个是Gmail 还有个YouTube 就这样 如果说没有这三项的话 你这个系统 你不论你说的多好 我是不会用的 而且我相信在国外大部分人 几乎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鸿蒙如果 鸿蒙商店里没有谷歌的应用 那这个系统几乎在海外没有什么市场 这就是 说的更直白一点吧 就像你这个百货商店里面 你不卖服装 你也不卖鞋帽 也不卖鞋 也不卖帽子 你说这样的百货商店 谁会去呢 对吧 反正我和我妻子去百货商店 基本上就是买服装 对吧 大家能听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那么好 咱们再把这个鸿蒙系统转回到国内的市场里面 国内市场 对吧 我看到他们那里面的报道讲 说希望国内的友商 对吧 能使用我们这个系统 那么国内的友商 都是谁呢 小米 对吧 Aubo Wevo 这些手机 他们会使用鸿蒙的系统了 他们一想 鸿蒙的这个系统是 我们国产的系统 对吧 我们哪怕是有点损失 我们也得使用这个鸿蒙的系统 会这么想吗 我看不会 对吧 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我们凭什么用我们辛苦 对吧 赚来的这个市占率 去充实你的系统啊 你是谁啊 你是哪颗葱啊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这个想法 他们巴不得你华为的市占率不断下降 不断的走下坡路 这样的话呢 你不论是在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份额 都会被小米 Aubo Web去占有 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分析的不过分吧 对不对 一般企业经济 他都是这样一种心理啊 说啊 就因为你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系统 我就要用你的吗 我觉得不可能 所以说 华为 他这个鸿蒙系统啊 基本也就仅限于华为的手机 或者平板使用 那么其他的物联网终端的话呢 华为自己其他的物联网产品 其实很少 你像什么可穿戴设备啊 电视啊 等等 这些东西吧 就是存在感非常低 那么你说你让其他的这些终端设备 对吧 我连到你的这个系统里面来 其实这个物联网 它其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我的这些物联网终端设备 连到哪个网里面去 使用哪家的系统 核心是什么呢 是我的手机使用什么系统 因为你要用你的手机去控制 你所有的这些万物互联的设备 如果说这些手机 不进入到你的这个 鸿蒙系统里面来 那其他的设备跟进来的 几乎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呢 说白了吧 就是鸿蒙这个系统吧 它到时候就是 怀自己在玩 自己在玩 自己呢 画了一个圈 把自己圈到里面 然后呢 还得罪了谷歌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你把你自己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去 想出来以后还出不来了呢 对吧 你每天都在搞发布会 说我们这个系统如何如何 最终呢 可能就圈死在里面了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有人说 文瑞你万考虑的一个因素 就是中国政府的力量 他可能会要求 中国的这些手机厂商 都使用鸿蒙的系统 怎么说呢 有人说 你看中国的这些手机厂商 小米 Aubo Wiwork 华为 什么荣耀 什么魅族 联想中兴加在一起 那几乎占据全球智能手机的半壁江山 50%左右的市场占用率 那全使用鸿蒙 那鸿蒙不就整个就是繁荣起来了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你这样做的话就等于说 把美国把谷歌彻底得罪了吗 那整个国际社会 它也会有一些反制措施 你这么搞的话 国际社会就基本上可以能想象到的制裁措施 就是装载鸿蒙系统的手机 不要载国际市场卖了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小米能同意吗 Aubo Wiwork能同意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最后吧 鸿蒙 华为这么搞吧 其实 就是自己 再给自己画圈 把自己就给拴到里面去了 很有可能 就是压死他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就是我的一些观点吧 也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也请理性的留言 咱们在技术方面 我也不可能什么都懂 什么都通 我也是希望跟大家不断的去学习 好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